在本章中,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变频器的基础。 首先,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变频器。 请看传送带。 这是工厂中使用的传送带。 按下开关后,电机慢慢开始旋转。 传送带传送物品。 此时,传送的物品不会倒下,也不会掉落。 但是,如果没有变频器,会变成什么样呢? 按下开关。 于是,传送带突然运行。 传送的物品纷纷倒下或掉落。 由此可见,通过使用变频器,可以根据用途。 自由地控制电机的转速和加减速时间。 从而,安全地传送物品。 非常方便。 那么,变频器为什么可以自由地控制电机的转速呢? 接下来,我对其原理进行简单的说明。